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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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有个机会也进了设计院,他们是因为急需要一个园林设计的,可是进去以后工程又没有了,那紧接着来的工程呢是建筑设计工程,虽然也学过,但是很多工程是工业建筑,所以又休克,又要自己要学,非常困难。 嗯,我跟你聊天,其实我是,我觉得跟你会有一种共鸣,因为我和你一样,我们都是到这边来的移民,对不对,就是说都要经历一个同样的过程,那其实我今天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就在心里有准备过,就是我想跟观众朋友们交流的就是关于建他的这个两点, 他在他身上,一个两点比较重要的品质吧,首先一个呢,他做事非常的认真,然后另外呢,他也是一个对人非常诚恳的人,那今天我想,重点跟观众朋友来讲呢,就是关于他从Volenteer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得到了自己喜欢的满意的工作,另外一点呢,就是他现在的画室,那首先我想我们还是来聊一聊,让你自己来谈一谈,你是怎么样做Volenteer, 然后怎么样一个过程 我来以后,其实我已经找到了我满意的专业工作,园林建筑设计师和美术班的老师,但是这两份工作,说起来有意思,都是从Volenteer开始的, 我刚到的头三个月我就通过我孩子学校老师介绍我一个社区的Volenteer的工作,我也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很快也得到了这个职位,一直做到现在, 那应该也有几年的时间了是不是,整整四年了,四年了,你跟我说,你第一次去去interview的时候,那个时候英文还不够好啊, 然后在interview之前躲在洗手间里面,然后自己背那些回答问题的那些英文,那个interview其实是我,原地设计工作专业的interview, 因为当时的情况,我觉得我已经下了决心了,我觉得必须成功,不能失败,所以我头天晚上我决心要找到我,找到那个黄叶本之后,翻到那个就是园林设计这些公司的另一栏, 然后我把我想要讲的话写下来,我就背,然后把他有可能会答复我的几个问题,我也写下来,自己先练习,练着第二天早晨,我大概到十点多钟,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我就打,打了一两天之后,我感觉非常好,而且非常顺利地找到一家公司, 你是说打电话,对啊,那你有给我看过你的一些那个设计的图纸,我觉得是非常复杂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够胜任那样一份工作,因为那样一张纸上面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给你看的那个是,其实是我第三家公司做的工程了,那是一个主题公园,是非常复杂的,我在国内也从来没有做过, 那你现在呢,就是说,你如果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对移民朋友的嘛,就是说你原来是从Y1T的工作开始,对不对,然后得到了几份这个设计师的工作, 而且可以说是做得非常好,那你也有一些那个,在里面有接触到一些老师,一些同事,都给你很多的这个启发,那如果让你来跟移民朋友来说一些你的心得的话,你会怎么样想? 我觉得在时间和自身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做一个笨无人跳,特别是找到跟专业有关系的无人跳,是一个比较快的介络的方式, 因为你在那个过程中,你可以学到跟专业相关的词汇,你可以认识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同事,你会觉得这个眼界就突然打开了。 那么,就是说,谈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北美的工作经验的话,那其实做Volenteer也是一个很好的介绍的方式, 因为你做了之后,你就会有工作经验,然后你可能就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你自己的工作。 对啊,我觉得完全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就可能有很多新来的移民,他们首先是需要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那也就是说还是需要有条件,可以去做Volenteer,对不对? 对。 首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觉得我们需要跟移民朋友们谈的就是这个,然后你才能够去做Volenteer。 对,但也可以找到一些part time的Volenteer,一天,一个礼拜去一次啊,那多多少少你会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方式在公司里,你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会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 那到目前为止你做过多少不同的Volenteer的工作? 总之我这两份工作都是从Volenteer开始的,但是只要有时间,我还经常去做。 年底啊,比如说东区唐人街,还有新年联欢会,我每一年都去,我有很多给我的奖状。 其实我每次请到我的咖啡厅来的客人呢,都是不同行业的,那么你身上的这一个比较不同的就是说你自己非常推崇这种去做Volenteer,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得到工作,对不对? 对,展示自己的才华,而且跟社会有一个接触面,提高语言,有很多好处。 这是你个人的一种一个总结吧,那现在呢,你是已经没有再去做设计师的工作,虽然你其实做得很好,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你聊天的时候呢,你就告诉我,而且非常自信地告诉我说,现在如果你去应聘设计师的工作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 那事实也是这样,因为我知道,这几天好像就有一家公司给你发出了邀请,就是希望你能够过去工作,然后你斗争了好几天,然后还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去。 那你,我想知道的就是说,既然你做这样一份工作,做得非常得心应手,也是你的本行,那为什么你现在又会想到要去开画室,开自己的画室去教小朋友画画呢? 你这个初衷是什么?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决定的,我也想了好久,我可以说告诉了我所有的朋友,我问了父母怎么办,连中国我的弟弟我也打电话问,我说怎么办,是该继续我的,因为我的专业我也非常喜欢。 但是,主要一个原因,我的学生越来越多了,每个人一天只有24个小时,一个礼拜只有7天,如果你这两份工作同时走的话,就是说这是让我做决定的时间了。 那你到现在开画室开了多长时间了? 画室,我在设计公司做设计做到去年一直做了Christmas,然后过完年之后,我基本上做了想自己做开画室的决定。 在这以前我在社区一直做,当时我记得第一天上班,我的学生只有5个孩子,那现在都超过65个了。 和65个,那你自己画室的学生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也有30多个了,因为我开了三个月吧,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因为这也不是一天所决定的,其实也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跟家长给我的鼓励,所以让我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怎么样拓展,也是我说这个夏天一定要解决的事情。 我觉得你挺不简单的,因为你不管是做什么都能够做得很好,比如说现在开画室的话呢,其实我认识你呢,也是朋友推荐的,因为你现在做画室呢,也是小有名气,而我现在呢,我自己也有个孩子,虽然他还很小,可是我已经预定了,我说以后要跟你去学画画,没有问题。 那么你教画,你觉得跟做设计师这个工作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哪个会比较辛苦一些? 首先,开画室每天跟小孩是跟 那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对啊,其实是很开心的,也有困难,那做设计呢,在公司里有工程来了 对啊,也有很有挑战,我觉得做什么都非常不容易的 对,但是 只要坚持不懈吧,就像现在你讲的 我只要拿到那几套图去找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啊,所以回想跟四年前刚来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敢想象的 嗯,应该说呢,你是一个比较有事业心的女人 因为,其实你现在的条件是非常好 你先生是多大的博士啊,然后在医学院工作 家里的环境也非常好,但是你自己还是会让自己 push自己去工作,不要待在家里 对不对 对啊,人是社会的一部分 嗯哼,对啊 好,那我想我们现在说了这么久啊,就说你开这个画室 是,今天我们也有准备一些这个图片 嗯,有你的学生画的画 也有你以前做设计工作的时候 一些工作照 有这样一组照片,那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好 对,这张是龙卷风 这是我跟学生家长的合影 这是我的学生Janet的作品 这也是我学生的作品 都在去年环球华报的比赛中获奖的 这个是一个小画展 在社区一年有一次 这样的画室大概是几岁的孩子画的 这个是个11岁的孩子画的 这也是画展的场景 哦,棒棒 这是吸管吹出来的画 也获奖了,这是两年前获的奖 大熊猫 对,这是有个大一点的孩子 这是你孩子 对,在安省中国美术馆去领奖 这是一些写生 这是我自己的画室 这是我自己的画室 你自己的画室 对,这些都是学生的作品 哦,这个画挺好的 这一张画是不是有得过奖 这张没有,这是近期完成的 学生用了三堂课来完成的 每一堂课是一个半小时 这学生画的非常认真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画都是你教的学生画的 对,是的 那都是你一手培养出来的 这张画非常有创意 这张画非常有创意 这是龙卷风 我们这个速度比较快 我们观众就去浏览一下就可以了 有一个大概的印象 看起来非常不错 这次画展有将近两百三十多张画 好的 那你说这次画展有两百三十多张画 可是我知道你的儿子四个字 流云飞扬 那他呢特别有意思 他说我妈咪有 几千张几千张几千张画 他是说你的设计图纸还是说你的图画 应该是说我的平时画的画吧 因为因为那个 虽然我头几年是做的设计 可是我星期六都在社区美术班教画画 所以说我只能晚上来准备 所以可能我每天晚上这样画 跟他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而且我确实家里分了很多类有很多画 所以在画班的时候 如果有学生问我下堂的画什么 我儿子就会说 你放心吧 我妈妈有骚人的骚人的准备着 那其实据我的了解 我知道你呢是出生在艺术师家 就是你画画呢 这些也是受到你父亲的影响 那现在呢 你们家是老中青三代都是艺术家 你们家那个小刘云飞扬也说 我就是个画家 我就是艺术家 对不对 这边是很有意思的 他特别坚信 他是一个艺术家 那你弟弟呢 实际上应该说在国内也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一个画家 对不对 他也有出了自己的书我也看过 对 他在中央美院教美术 他是真正的走向了专业的路吧 那我想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想问一下你啊 你觉得现在开发室会不会大才小用了对你来说 这个谈不上其实任何一件事情你要真正认真去做 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去可以做的 比如说我的学生是从五岁到十五岁 如果你把每一个孩子年龄段分开来 我都是自己准备教程的 有非常多的时间 花在就是课后 对刚来的时候因为我根本也没有想到我会在这儿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画画 所以说我也没有带任何材料 那我唯一的办法我就是跑图书馆 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准备自己的教材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提高自己怎么样利用孩子的特长 我不停地跟家长说 教孩子简单的技法跟培养他的创造力一样的重要 对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相信你教孩子是非常认真的 因为你的个性那天你给我带了很多很多 我们聊天的时候你给我带了很多很多 你以前你现在教教孩子的一些准备的一些课件啊 一些课程表 我看上面画的都很仔细 有一张课表上面还画了几个小心心形的一个在上面 那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那个主要是我自己设计了 其实我一年每整年的teaching schedule我都有的 然后每一个每两个月 我给孩子设计了叫homework reminder 因为提醒我每堂课最后两分钟 我让他们自己记下homework 就是家庭作业 因为一个礼拜一次是不够的 我跟父母亲 我跟孩子父母亲说你们既然投资了 就让他就说让他知道你在做一件事情 然后最下面我写上了favorite color 因为我在这四年中我喜欢跟孩子交流 在中国也不敢想象 我现在经常会在地上跟他们交流 如果是年纪小一点的话 那每个孩子他们都有他最喜欢的颜色 所以我就把这个信息放在我的工作中 我把这个放在那个homework reminder的最下面 然后孩子他可以把最喜欢的颜色 有些红色蓝色或者黄色 最后那个心情就让他把那个 他最喜欢的颜色涂在上面 主要是这个作用 这些点点滴滴我做的也是帮助孩子 让他知道他在做一件事情 可以帮助家长 我也经常跟家长交流 比如说有的孩子特别调皮 那我似乎会告诉他 我说在你送他到我的化石的路上 给他交流一下 你去找见 是去跟他学点东西 你有问题你可以问他 所以我说你并不要告诉他 你老实说你太吵 我只是提醒你配合我 因为孩子他毕竟是孩子 那现在去跟你学化的这些小孩子 应该也都是从中国来的 这个移民家庭的小孩子对不对 大部分70%都是新移民的孩子 也有30%也有老移民的孩子 反正就是基本上华人就对了 对啊对的 那你觉得轻松吗 就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啊 有的时候 可以说我现在感觉压力不是太大 因为孩子积累了 我相信这个积累 但是我也不停在想 现在我全力做了 我当做一个Fortime做了 我还想做出自己的特点 那就是把我设计的长座 用在我的绘画教学上 好那现在呢 我手里拿了这个呢 是你的那个学生的作品 我一个学生的家庭作业 为什么今天我会专门把这张拿出来呢 是因为你那天呢 跟我讲了一下 简单的讲了一下 这个是Snooby 就是我觉得你这种教学方法非常好 就是非常简单 因为你说完之后 连我都记住这个Snooby怎么画了 就是你说这个Snooby的这个身体呢 就像一滴水一样 对不对 对 然后它的 头是两个大圈 一个大圈一个小圈套在一起 套在一起 一个大圈一个小圈套在一起 然后它的脚就像两个小痘痘 两个小痘痘 今天你没有把你那张用一滴水和一个小圈 两个小圈那张画带过来 这张是已经画完的 对 可是你那天讲了之后 我就觉得我记住了 所以我想如果这样子的话 小朋友也会很容易就记住 对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就是把画给他解剖开来 然后重复 在我这儿有线条练习 完成作品 然后再让他有把这些内容 放到homework里面 所以他基本上有三次机会来重复 我想让他学到的东西 所以等到下个礼拜 这个孩子作业 家庭作业拿过来之后 我基本上能知道 我教的东西他学到了多少 看起来的话 你还是非常enjoying 你目前自己的 这个画室的工作 也非常有意思 其实呢 我们这一期的聊天节目 我们两个人都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因为我们非常谈得来 但是我们现在说了这么多 还没有喝一口咖啡 喝一口咖啡先 谢谢 对平时喜欢喝咖啡吗 很爽 我还是喜欢喝茶 我跟你一样 可是我自从开了咖啡厅之后 我就开始喜欢喝咖啡了 这就是人都是会改变的 就像你现在也是改变了 以前在国内是做设计师 然后现在呢 最后是开了画室 是的 我经常跟朋友说 这是让我难以想象到的 我现在就是说做这份工作 而且是在我找到专业工作以后 又做了那么大的改变 对那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现在开这样一个画室 放弃了专业工作 那你家里比如说你先生啊 你父母啊 就是会支持你吗 你觉得 我觉得可以说 跟我的心情应该是一样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说很容易决定 他们应该也一样吧 也觉得会可惜 但是这也是我现在觉得 这其实也是一个旧的观念 为什么呢 在我做这个决定以前很有意思 我除了打给我 打电话给朋友咨询 问周围的人 跟父母商量 我还特别去约了一个叫 事业专业 事业consulting 他的事业顾问 挺有意思 这一次会面让我 就是说很快就做了这个决定 他告诉我在北美 一个人一生对他专业工作完全的改变 平均是五到七次 所以我说 好 算不了什么 那其实你也是挺能说的 你起码能够把你先生说服 能够让他来支持你 他现在应该是非常支持的 那其实我觉得你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你自己家里面有一个十岁的小孩子 首先你就是他的老师 你要教首先要把他教会 对啊 这也是我经常跟他说的 有的时候我就说了 如果妈妈没有把你教会 我怎么去教别人呢 对 我也经常这么说 当然是开玩笑 他非常的 他画画非常有创造力 我也没有就是特意去教他 那大部分时候如果有机会 他就坐在我的班上 这样也够了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图片里面 那一组图片里面有一张是他得奖的那个图片是叫《龙卷风》 龙卷风 对 那个是得了什么奖 《环球华报》每一年他会有一次举办一次画展 对啊 那我一般会组织学生去 因为给学生有个机会 所以他去年参加了得了二等奖 好啊 非常感谢你今天到我们节目来跟我聊了这么多 那我想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用一两句话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语 跟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 怎么说呢 大家到这儿来我觉得都很不容易 但是只要坚持不懈吧 都会有所收获 对 好的谢谢 那今天呢 我们的聊天聊的也是非常有收获 因为健呢告诉了我们 他做瓦伦提尔工作 然后得到了自己的专业工作 然后现在呢又转行 而且做得很开心 去开了自己的画室 并且呢他最后告诉我们说 只要坚持不放弃 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节目呢 请来了一位吴博士吴选征先生 他也是这样说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好了 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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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